仅仅五个小时,NBA传来三个消息,阿里纳斯带十万现金约站尼克阳北京时间2018年9月12日,从早上六点到现在的五个小时里,NBA传来三个消息,下面是详细内容,在9月9日,阿里纳斯晒出一张自己的车的照片,尼克阳调刊阿里纳斯,你就该知道你已经老了,并且脱离了社会。 阿里纳斯回队道,尼克阳还没接到其他球队邀请吗?下赛季领总冠军戒指的时候,你是不是要自己买票才能进入球馆?于是两人就来了一次约站,两人PK10043分出手看谁进得多。 在今天,大将军提着十万美元现金,就去找尼克阳了,结果大将军投中了95个,尼克阳没赶来,他巅峰时期记录是96个。 雷阿伦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,谈到了詹姆斯和胡人队,他指出胡人现在最大的缺点,就是没有射手。 他表示詹姆斯要学着改变自己的比赛风格,去加强自己的三分,也要试着打一些无球。 今天,圣安东尼奥一个商店表示在周日会给丹尼格林举行送别仪式,该商店也在社交媒体写道,周日丹尼格林将在日落路332号,大家不要忘记了,这就是盛成吧,球迷低调却最忠诚。